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那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曾晃文 我是陳明樂 我們看到今天亞洲股市有全部大跌 因為美國總統川普他的一句話 把關稅提高從10%到25% 讓整個亞洲股市出現了趴趴趴 特別是大陸股市盤中甚至跌幅3%到4% 那整體亞洲股市跌幅也將近2% 所以新一波的股災是不是正式來臨 另外一個要關注到的重點 這一波人民幣的貶值 我很明顯發現它是要對抗美國提高關稅 不過過去三個月人民幣貶值8% 是對抗川普的10%關稅 現在如果關稅變成25%之後 是不是代表人民幣呢 還要繼續的一個大跌 好 另外要關注大家都在跌 但是TESLA的股價在盤後 卻是大漲了11個百分點 因為TESLA公布了最新的財報 儘管上一季的虧損失翻倍 達到創紀錄的7.18億美元 可是馬斯克他承諾 下一季保證會讓大家看到賺錢的財報成績單 而且還為之前的失言風波 鄭重的跟大家道歉了 那接下來在實現了Model 3的量產計畫之後 我們要帶來關心馬斯克他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電動車的材料大革命 他將會用什麼樣的創新材料 台灣廠商能夠從中找到什麼樣的機會呢 另外我們也從這TESLA Model 3的順利量產 看到了自動化所帶來的神奇的量產的能力 那剛好這個禮拜國內也有著自動化工業大展 看到台灣的廠商是精銳進出 超精密超智慧 超乎你想像的智慧製造時代已經全面來臨了 台灣的廠商能夠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商機節目中 也帶您來揭秘好今天現場為您邀請到四位來賓專家 一起來加入我們的討論 稍回來馬上就要帶您來關注到 貿易大戰會不會釀起新一波的全球股災 而人民幣的貶值到底什麼時候才能見底 這個外面天氣很熱 不過投資朋友今天的心情應該很冷 因為今天台北股市大跌168點 這五日線 十日線都一口氣跌破 不過剛好明熱你怎麼一回來 這個台北股市就大跌168點 我現在是這個我們節目裡面的烏鴉了 因為當市場上海一片榮景的時候 我就要一直出來提醒大家風險 換人我來當就好了 不過還好這168這個數字算蠻順利 看明天有沒有機會做個反彈 我先看一下今天的江波走勢 其實蠻可怕的 今天直接開高之後呢 一路往下殺 殺的這個速度其實大家看 非常非常的快 那總共跌了168點 而且一萬一千點也跌破了 而且三大法人呢 今天同步變成賣超的一個情況 雖然金額不大 可是呢 跌點卻特別多 所以到底人是誰殺的 待會兒我們來做討論 那以這個全主來看的話呢 其實台積電這一波 我們講過很多時候 從開完法說會之後 他就一路往上漲 今天也開始撐不住囉 這不動天皇的台積電呢 今天跌了1.4% 當然這個殺盤重心在被動元件 其實被動元件今天已經開始出現 恐慌的氣氛 漲價股今天呢 幾乎都死光光 對啊 看有沒有機會反彈 待會請教永年副總 那另外包括矽晶元的一樣 今天也是倒地不起 那當然更慘是入股部分 入股ETF呢 待會兒我們特別來講一下 到底現在爆量下跌的ETF 到底該怎麼報 對 那永年副總 今天台北股是 剛剛提到 除了台積電殺盤之外 其實呢 這個被動元件說真的 今天多檔來到跌停板的一個價位 人氣指標打到跌停板 說真的 現在已經開始有點恐慌氣氛出現 沒錯 接下來的大盤呢 你先幫大家規劃一下 或者說從類股的部分呢 有沒有看到一些端倪 OK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整個大盤好了 先看大盤的走勢 那大盤走勢呢 以日線圖來講的話 我們看一下日線圖 你看日線圖的話 今天一黑吃掉多少紅 吃掉了五紅 六紅 還漲幾跌啊 不是很好嗎 一般來講還漲幾跌是不錯 可是問題在哪裡 今天呢 這麼176點的震盪幅度 他的這個成交量呢 比昨天還要小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低檔接手無力 是 會比較辛苦 所以聽起來是比較偏空方的意思 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從短線上來講 我們不排除呢 明天有稍微止跌的可能性 就是說明天大概最差的情況 大概是收個小黑而已 大概是這種情況 那我們我們補問一下台積電 看一下台積電的K電 台積電跟大盤一定有關係 台電說真的 如果我們這邊均線太多了 其實它下面有幾個跳空缺口 大家看喔 沒錯 一個 兩個 三個 其實前天有第四個你知道嗎 對 會不會第一個缺口回補 逢缺必補好像有點可怕 要往下回補了 其實大家這個逢缺必補 成熟的股市裡面 它一定是兩個跳空缺口 休息一段 再兩個跳空缺口 它一定是雙數的跳空缺口 兩個或四個 所以這一次是四個缺口 它才來填補 所以不用太擔心就對了 不用太擔心 那表示怎麼樣 表示它還在屬於一個 強勢的格局之中 那當然我們現在要提防什麼 現在要提防的是 之前呢 到目前到今天為止 其實內資殺的比較兇 對 因為我們看今天跌了100多點 可是外資今天賣超不到60億 50億而已 所以人是誰殺的 內資自己踩踏槽 內資 我跟你講 最最糟的就是 這些政府基金 他非常得意的 昨天非常得意的說 我們六月賺了 對那邊有寫 六月份大賺了250億 我們賺了250億 從哪裡賺了250億呢 因為大家看一下 只有三個勞動基金而已 那個最大的是郵政受險 然後郵政儲蓄的 郵儲的這個基金 還沒有算在裡面 所以現在只有勞退勞保跟退府 跟退府這三個基金加起來 六月份就賺了250億 而且贏了這個 一到五月的賺的這個金額 那所以呢 他這個很高興的宣布說 我們賺錢了 那我們為什麼賺錢呢 因為我們賣 賣了費動元件 重點在下面這裡啊 對 副總等於是我們好不容易爬回1萬億 政府基金來捅了你一刀啊 對 可是他賣我們退休金 一定是有賺到錢的啦 但是閃戶可能因此受傷 這樣是好的 是好的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講說 你賣什麼股票對不對 所以外資一看 你們自己人都在殺自己人了 那我當然這順便也捅一刀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怕他接下來呢 他會繼續賣台積電 這些全職股 你知道嗎 這個是最大的危機所在 那另外呢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個 像他們賣的國具 我們就可以從國具來看一下 賣夠了沒有 對 我們看他賣夠了沒 他真的蠻厲害 7月份賣剛好國具最高點就在7月 他們這個勞動基金呢 他也講了一句話 他追加了一句話 我7月份賣的更多 我賺的更多 那很明顯 最高點就是他們也是 可是國具今天下午公佈 他7月份的字節 7月份字節 98億 年增率這個百分之 282 月增率將近2乘2 然後是連續5個月創立 歷史新高 然後什麼訂單出貨比 接近三倍 對 所以今天這麼大利多 簡單講國具明天不能跌啊 再跌的話就不太好 我們這樣子講說 非漲不可惜嗎 我們這樣子講他還會不會跌 他跌下來之後 他會跌到哪裡 理論上來講 最多是跌到他的成本 你覺得570 570附近啊 很低也不要這樣 很可怕 對不對 我前天來的時候有講說 我今天如果是 副總你把泰明哥的這個庫長股 完全忘記了嗎 那明天到底怎麼辦 明天啊 所以我認為 這麼大的7月份的字節 這個利多 OK 好 那理論上來講 他明天應該要止跌 應該要止跌 因為已經非常接近 他們的平均成本了 那大盤接下來怎麼看 OK 那以大盤來講的話 我們看月線 那這個大盤會跌到哪裡 或者是是不是就跌到今天為止 就開始往上走 我們從月線看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從這個時間轉折看 我們從這個禮拜 這個月開始呢 它是開始一黑一紅 對不對 一黑一紅一黑一紅的震盪了 而且呢 它的成交量一直開始在放大 那這個就表示怎麼樣 表示它在震盪出貨 震盪做頭了 那震盪做頭到這個月 是第12個月 下個月是第13個月 時間轉折點 那所以呢 我們這樣講 按照 那我們要看它這個月到底會收黑還是收紅 就8月份 對 8月份 我們看它的量價關係 大家看一下 5月的時候量縮收紅 6月的時候是量增收黑 有一個常常上影線 7月又量縮收紅 連續三個月量價背離 所以呢 我們再看一下 回顧以前也出過這種現象 這邊也是一樣 大量收黑 然後呢 7月收紅 8月收黑 9月流下影線 如果換算成現在的指數 它的回檔比例 換成現在的指數的話 它大概會回到9987 是 所以換句話說副總就看得比較保守 副總今天真的也是當烏鴉了 是 對 就提醒一下風險 提醒大家風險 不過副總雖然大盤你給大家比較保守的提醒 大盤我還沒有那麼擔心 就算轉折也是下個月 我比較擔心的是陸股 大盤的K線這樣走 看起來還蠻健康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陸股的線現在是怎麼走的 現在這是陸股跟港股的日K線 今天呢 因為整個亞洲股市都跌翻了 重災區呢 其實就是在對岸 包含了上陣深陣 分別是創了兩年半跟三年半的新低 盤中的跌幅呢 都有3%多4%多 港股呢 在今天也創下近一年來的新低 跌幅全部都超過兩個百分點 副總其實 7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曾經7月初有討論 陸股是不是摸底的時間到了 因為看起來好像有要打底向上的一個樣子 結果呢 打底不成 反而又往下做了貫穿 又破低 其實今年如果呢 我有買陸股ETF的朋友 真的是冷暖自知啊 好像是你在玩一場賭局在牌桌上 其他股市大家都在漲 台股也在漲 只有我買陸股的人 我現在好像抽到鬼牌一樣 我這張鬼牌不知道怎麼丟出去啊 看一下今天 元大滬深300正二是怎麼跌的 我們看一下他的江坡走勢圖 你看今天是這一種沙法 而且今天爆了26.5萬張的大量 又是7月初以來的大量怎麼辦呢 OK 好 那我們再把它回到這個日K線圖 我們來看一下 元大滬深來講的話 今天的大量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看 他在之前也出現過重挫 跳空大跌然後出大量的 像這一天他就跳空下跌 出一個大量 可是呢 第二天繼續跌 一直跌到下一次 再出更大量的時候 他才正式的止跌 那這一次的量能呢 又更大 這次又更大了 這26萬張其實量能非常大 那我們就要看一下 注意看明天了 他明天如果能夠翻紅的話 或者是止跌的話 那麼呢 他就有機會在這邊打第二隻腳 我不建議投資朋友 輕易的進去搶反彈 好這一次亞洲股 你說今天亞洲股市的大跌 但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貿易戰的關係 所以我們回到事件的一個本身 這個其實這一波 我們做了一個比較有趣的說法 叫做加碼加碼再加碼 因為7月10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沒討論過 就是2000億商品要課關稅 那8月1號的時候呢 這個萊特海哲直接講說 因為川普總統指數 要把10%加碼到25% 所以他的關稅課到的額度呢 就是從200億變成500億 那今天應該說昨天8月1號最新的消息 美國商務部再加碼 連這些技術性的公司 高科技的公司呢 他直接說用國安為理由 裡面當然也包括軍工 這裡面大部分都是軍工類的產業 可是呢就像我們今天開會講的 一旦呢用國安當作理由的話 感覺就沒有上線了 對沒得談國安是最重要 但是國安其實也是最黑箱的啦 所以說這一次的貿易戰感覺上這個火會越燒越旺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現在問題在哪裡 在於人民幣的部分 人民幣呢 雖然我們看一下前一張 人民幣那一張呢 基本上呢 他還沒有 最近沒有做貶值喔 對 很明顯大家看一下 最近在那個地方呢 大概6.8388地方呢 做一個整理喔 不過現在我們擔心就是說 過去 關稅只有10%的時候呢 人民幣已經三個月已經先貶了8% 但是如果現在川普從10%變成25%之後呢 是不是代表人民幣要繼續貶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呢 到底中美之間 到底誰贏誰數 我們簡單幫他算一個數學 這個中國出口到美國是5千億 5千億的話呢 我們剛說人民幣三個月貶8% 所以呢 5千億乘以8%大概是400億 等於說中國大陸可以多賣400億的產品 對 可是呢 這個已經課稅的500億呢 現在川普要變成25% 所以500億乘以25%是125億 等於說美國多課增125億的關稅 可是呢 因為人民幣貶值的關係 其實呢 他多賣了400億 所以看起來 中國其實也沒有吃虧 就是繼續貶下去 就可以救得了出口 是這樣子嗎 所以陳輝哥幫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呢 今年貿易戰攪決的關係 大家法蘭機構呢 預測今年人民幣的走勢 通通都失準 我們來看一下法蘭怎麼預測 原本呢 渣打銀行預測呢 到今年底呢 人民幣匯價呢 最低貶到6.58 其實你看這一波一路的貶下去 早就已經貶破這個預測的價格了 那目前包含了瑞銀 包含了德意志 包含了新加坡的大華銀行 普遍的預測值啊 大概都是在6.8左右 甚至有預測會貶破7喔 可能到明年中會貶到7.1喔 人民幣真的像川普講的一樣 石頭丟到水裡面 他現在還在下沉的過程當中嗎 因為現在還有很多的台灣民眾 或許呢 很多人都跟我們的製作人一樣 今天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他就說 啊我手上也有人民幣定存 我也有人民幣保單 你看這一波100天來 人民幣已經貶值了8% 你如果是拿100萬去定存 你就貶了8萬塊錢 就這樣子不見了 那這一波的貶值到底會貶到哪裡去 才能見底 我先講個結論 目前看起來要很快的見底 難度是很高的 為什麼我要這樣去講 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其實為什麼大家手上一堆人民幣定存 原因很簡單嘛 我們以為現在人民幣還是多頭 其實不是喔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年初的時候台幣貶得很兇 是 對不對 然後人民幣沒有貶 你一比之下 哎呀 大陸好像看起來比較有希望 對 而且大家有一個很簡單的想像 就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這個習大大要跟川普談話 那基本上人民幣不能貶值 因為人民幣貶值 我們後面很難去談下去 所以大家抱持這個希望 其實我們來看這個資料 今年來講的人民幣的走勢 在年初的時候 其實是普遍的強 我們其實有兩種看法 一種看法就是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 但事實上 紅色的線 對 紅色的線就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 但其實對於大部分的 就是投資朋友來講 到底什麼是強什麼是弱 其實它是一個相對的關係 這個相對不能只有美元 你要看一籃子的貨幣 那所以說中國在看這所謂的 一籃子貨幣叫做CFETS 它就是有效匯率指數 你可以看到 在2018年一路以來 這個有效匯率指數是一路的走升 你可以感受到它是一路的走升上去 為什麼要一路的走升上去 往上是升值的意思 往上是升值 往下是貶值 一路的走升上去 它反映的是什麼 反映的就是說 在年初的時候 美元走強的過程當中 人民幣相對是一種 很堅挺的狀況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大家今年來講 就覺得我要做點人民幣定存 做點人民幣定存 對我想起來當初亞幣在貶的時候 其實人民幣貶的比較少 所以大家反而就去買人民幣 走十年多 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你如果去看 現在只不過你用藍色線來看 走到今天8月1號為昨天的價格 現在其實就是回到起漲點 也就是說人民幣這一波 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它 這一波從有效匯率的角度來看 這一波到目前為止的貶值 你說官方說是不是夠了 其實說坦白話 還沒有真的進入到 你剛剛所講的貿易戰 說我跟川普叫吧 他只不過就是 我之前說好像可以跟你談 然後我就讓他強了一段 現在就發現沒什麼好談的 我們補跌到一個起漲點的位置 那下一個問題來講 對很多的投資朋友 他想問的說 那這個回到起漲點 那接下來中國大陸 會不會允許他繼續的貶值 說坦白的話 現階段最近中國公布出來 經濟數據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並不好 那中國大陸為什麼 在過去很害怕人民幣貶值 因為他怕說 我貶下去資金外逃 那不然貶值有什麼壞處 川普也喜歡貶值 我們台灣也喜歡貶值 我們怕的是貶值下去資金外逃 如果貶值下去資金沒有外逃 說一句很坦白的話 我就讓他貶 然後讓他貶的時候 我還出口還有點競爭力 經濟下行風險就可以直穩 那從哪裡去看 有沒有貶值的壓力 有幾個很關鍵的指標 其實我覺得投資朋友 你可以去看一個指標 這個是拿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價格 我們這個叫CNH 香港離岸人民幣價格 還有一個就是在岸的價格 我們說一句很坦白話 今天中國境內的資金 是有在管制的 所以說你要隨隨便便在那邊 放空人民幣 難度也蠻大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覺得 整個國內資金逃得很恐怖 好像真的有很嚴重的問題 香港的價格會貶的比較兇 所以如果當你看到香港的價格 基本上它呈現是一種 急需貶值的狀況 它的價格 比起在岸價來的難看 香港比較像是這個 國際間看人民幣 沒錯 那就代表有貶值預期 你可以看到在之前 這個如果是負的 棒子是負的 就代表有貶值預期 之前在我們可以看到2015年 那時候會改之後 貶得很兇的時候 一路來講它都是負值嘛 對不對 而且是一路的 就是大家都覺得 我看空人民幣 每天來講 在岸的價格 人民幣比較貴 離岸的價格 人民幣比較便宜 可是現在呢 說一句很坦白話 還是負值啊 一點點負值 以前那個程度的負值來比 那其實輕很多 而且其實今天這兩天 基本上這個負值 是稍微的減輕一點點 所以說問題就來了 現在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 他知道這個貶值是 有可能會持續下去 但是並沒有出現到一種 恐慌性的資金外逃 沒有恐慌性資金外逃 中國現在其實不會很害怕 所以也不怕外匯存體 突然大兩流 其實投資朋友去看 有沒有貶值預期 貶值預期一出來 問題就很大 所以說沒有貶值預期 看兩個指標 我們剛剛看離岸價再岸價 或者說這種叫外匯暫款 沒有出現很嚴重的 流出去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投資朋友 你不用預設立場說 這一波人民幣會貶到哪裡 因為他現在經濟數據 就真的是不好 對於一個經濟數據不好的國家來講 我當然是希望 匯率上有點競爭力 讓出口有點競爭力 政府其實也是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 那另外一方面來講 我們去想還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川普這一場貿易戰 到底會不會這麼快的去解決 這關鍵就很重要 我跟你講很難解決 很難這麼快的去解決 可是選舉選完就解決了 選舉還很久 選舉11月你要知道 11月這個選舉之前 其實你去看 川普基本上有兩種去解釋他方式 一種就是他為了選舉 另外一種就是很有謀虑 你如果是為了選舉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現階段川普需要去 母雞帶小雞 表現出一個強人的姿態 為什麼要表現出一個強人姿態 你來看現在的民調 你心情會很差 現在民調是什麼感覺 我跟大家講 目前來講 因為今年是其中選舉 選的是參議院跟眾議院 不是選總統 但是川普現在是 我們知道他是共和黨的共主 我們上次來節目 是有跟投資朋友講過 川普在共和黨內部的民調 是87% 誰是陣亡 就是共主啊 你要知道共主就是要帶著大家選上 但是問題是你87% 你選的難看就很麻煩 多難看 你要知道 目前的席次 共和黨在參議院是多數政黨 但是贏兩席啦 但現階段來講民調 共和黨有把握的是48席 還沒有過半喔 對 那的確還是贏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眾議院 你要知道眾議院 掉這麼多 原本共和黨是大勝 你知道是大勝的狀態 現在來講是五五波 你要知道五五波 萬一掉了一個席議院 某種程度上 他基本上就變得比較 跛腳一點點 所以說 在今年 而且其實大家如果再注意到 中國的新聞 你會感覺到一個 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現階段在整個 就是美國內部 基本上對中國的看法 是比較強硬的 所以說 我要回應給你中國 其實某種程度上 要表現出一個強人的姿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另外一個 川普其實很重要 他還希望能夠達到 一個很大的一個目的 希望轉移焦點 你知道嗎 8月1號 8月1號 不是跟你講說 我要對25% 其實在同一天時間 你們忘了一則 很重要的新聞 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川普的推特 又是他的推特 這推特很大 川普現階段 你要知道就是所謂的 就是那種俄羅斯案 已經燒到頭上去 從哪裡可以看到 燒到頭上去 你可以看到 俄羅斯案 川普竟然直接在推特 告訴這個司法部長 賽斯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調查下去 你趕快把Muller給開除掉 他跟你講說Muller 現在這樣做 是違反國家安全 你趕快把他開除掉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 好像現在 在美國的司法界 其實已經在收網的狀態 所以說 歷史上都是如此 其實我們要怎麼樣去操弄媒體 聽到國家安全 就知道是政治問題 對這個很簡單一個概念 我們也是要轉移焦點 對所以說 其實我覺得 對投資朋友來講 你現階段去看 這個事情的時候 短時間內 其實你不用去想像 就是說川普 可以這麼快的收網 再加上 美國現在有本錢打貿易戰 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 美國經濟數據 4.1%經濟成長率嗎 川普在這個時候 轉移焦點 求選舉 其實很能夠接受 再加上 習近平這個對手 是多麼的能夠去想像 是一個很適合拿來 當作是媒體操弄的對手 你可以看到 經濟學人說 他想當皇帝 對不對 這很簡單一件事情 川普就是 美國人是一種霸權的心態 所以說 其實我覺得 對聽眾朋友來說 對觀眾朋友來說 其實現階段的川普 或者說現階段 中美貿易戰 還在慢慢升溫的一個狀態當中 包括人民幣 也沒有看到 國內政府需要去遏止 他貶值的地步 大家不需要去覺得說 我可能很快 就看到人民幣 看到一個底 或貿易戰 馬上會有立即性的轉機 我覺得 現階段 就是互相放話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這個陳薇哥告訴我們 為了期中選舉 還有呢 為了轉移通俄門的焦點 貿易戰勢必 還會再打下去 接下來可能會 一直不斷的丟新的 跟貿易戰相關的 對台灣人的影響 對台灣的影響 大家就很關注了 我們剛剛有講到這個人民幣保單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年前五個月 我們外幣保單的銷售狀況 賣最好的呢 當然第一是美元保單 美元強勢 但是其實人民幣保單 今年前五個月 也賣了38億多人民幣 跟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上半年人民幣保單的銷售金額 暴增了八倍多 可以想見台灣呢 現在在這個資金破裡面 外幣破裡面 至少有上千億是 卡在人民幣裡面的 那台幣對人民幣呢 其實今年呢 貶值的 當然沒有剛剛看到這個 人民幣對美元貶那麼兇 但也貶了快要有5%多 還持續在走貶當中 受傷的除了你手上 有人民幣定存的 除了你手上有人民幣保單的之外呢 其實呢 也有很多台商這一波 也是受傷慘重 像是巨大呢 他們現在為了避開貿易戰 他們打算砸17億 到匈牙利去設廠 因為巨大主要的市場 也在歐洲 另外呢台達電 他也想要藉由子公司去收購 泰國廠商DET的股權 把整個生產重鎮呢 轉移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金寶呢 可開心了 金寶總經理這兩天就說 我真的越來越喜歡川普 為什麼呢 因為金寶的生產重鎮 早就已經在泰國跟菲律賓了 這一波的貿易戰 他們不但沒有受害 而且呢還受利喔 所以請穆華哥幫我們來解讀一下 到底誰是最大受害者 我想到你剛剛舉的那個例子喔 其實之前你不是有一些同事 去大陸上海工作嗎 他們領的是人民幣嘛 我們也蠻多同事跑到大陸去的 領人民幣 但在台灣繳貸款 甚至有些台商有小三在美國 就領人民幣 要用台幣花 要換成美金 其實損失很大 那這樣子呢 恐怕會對大陸經濟情況 更是雪上加爽 就是兩下是兩難啦 對 所以說呢 這個資金恐怕會卡在中國大陸 人民幣是出不來的 所以說呢只用零星的 一萬兩萬塊錢的方式帶回來 一個五萬塊美金 好 那你剛剛講說這個人民幣保單 這個今年一到五月 將近40億人民幣 我要幫他們問問 現在怎麼辦 對 這個只是今年一到五月 那過去這幾年來 買人民幣保單的呢 我們知道保單 不是只有買一年兩年 保單的利息好像是4% 5% 可是這一波是扁了8% 比如說它至少要存兩年 那如果是定存的話 大概是2%左右 對 你要存30年才有辦法 所以人民幣保單 現在呢我的建議 就是暫時hold住了 也不要去這個更改契約 或是說任何的動作 因為這個貿易戰 如果一旦打完的話 人民幣可能會快速回升了 所以說呢 這個可能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對 所以保單呢 我們一般看長期 那包括像人民幣定存 但是有一些人民幣投資的 那恐怕呢 短時間你就會有 這個匯兌損失的問題了 那保單現在目前先記在上上 那另外一個損失慘重的可能就是說 中國大陸做生意做內需的 賺人民幣的這些廠商 所謂的中概收成 比較多的就是所謂的服務業 在中國大陸呢 他們收人民幣 那人民幣第一個卡住了 第二個呢匯兌又有損失 那這些廠商恐怕呢 很快就會記在帳上 那這一次的清單出手呢 當然這個中美兩國呢 就要這個一個出招一個接招了 那這個我認為現在目前的情勢是什麼呢 各位看過這個照片嗎 這個照片叫做汽車對撞 也就是說呢 現在中美兩國啊 就像是兩台汽車要對撞 看誰先閃 對 所以這個叫gang of chicken 看誰是小雞就對了 那美國人擅不擅長玩這種 這種國際博弈 他們是這個勞手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古巴飛彈危機的時候 這個甘乃迪跟賀魯雪夫 兩個人呢 就玩過所謂的gang of chicken 到最後誰退讓 這個蘇聯退讓 賀魯雪夫退讓 所以美國玩這個事情啊 他是有底氣的 他是勞手 那更何況現在中美兩國的情境 哪一個比較有利 玩這種遊戲 當然是美國嘛 美國經濟好啊 再加上美國的股市又在一個 相對龍井啊 可是中國大陸股市一直在破底 然後中國大陸現在目前經濟 是緊縮的狀況 所以呢 美國現在打的算盤是什麼 中國大陸會先退讓 為什麼呢 一旦我真的把你的經濟給戳破了 你的泡沫破了 你的就業市場垮了 我看你是不是還可以玩下去 那中國大陸現在賭什麼 賭我們剛剛講11月的期中選舉 如果說共和黨大敗 那川普就要改變政策了 他不能這樣繼續再玩下去了 對不對 可是萬一共和黨大勝 保住兩院呢 那恐怕這個事情就有得打了 所以我最近遇到不少台商都在問說 他們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工廠要怎麼辦 譬如說我前幾天遇到一個台商 他是做這個Wire Component 做無線通訊設備 他就跟我講說呢 我們已經被打到25%了 這個340億關稅清單裡面就有他們 那我說呢 這個關稅其實進口商付嘛 你們不見得有損失 他說你錯啦 他說呢 這個美國進口商呢 叫我們要share這個關稅 他說如果你不share這個關稅的話 我們就跟你買了 不過說真的 10%叫廠商自己吸收可以 25%就真的太高了 所以他就要share 他就要叫你分擔啊 那所以他們就開始在思考說 他們要不要把產線移回來台灣 所以你看到台搭店已經開始因應了 台搭店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你剛剛講說 花幾百億 去把他剩下80%的 泰國的公司的股權收回來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他搞不好認為說 這是要玩長期了 所以說他要開始做一些準備 那另外金寶 這個早就開始在做全球佈局了 所以他算是幸運了 包括他有菲律賓工廠 有泰國工廠 有美國工廠 所以你看到金寶的股價 最近反而是在上漲 外資最近是連續在大幅買超的 所以說這個就很明顯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到 受到損害的是什麼廠商 我跟各位講 腳踏車恐怕是最大的災區 是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在歐盟現在目前針對 這個電動腳踏車有反傾銷的調查 跟關稅的問題 另外針對所謂的一般的自行車 歐盟現在也有所謂的反傾銷稅的問題 如果一旦一般的自行車反傾銷稅 那高達48.5% 不是還有那個共享單車泡沫的事實 所以啊這個腳踏車 現在一方面面臨到歐盟的反傾銷稅 不管是傳統的 不管是電動的 那一方面現在目前呢 又面臨到美國這個 馬上要實施的2000億的清單 他們是在這個名單裡面 負備受敵 所以你看到巨大的股價 去年中還有200塊附近 現在跌到多少 跌到剩下130塊來不到了 所以這股價一路跌 法人你看到外資一路賣超 就非常明顯 包括像美利達像桂盟 他們現在開始都開始在思考說 想破頭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歐洲也是個出不去 美國也出不去 所以這是台商的應對跟受到影響 那大陸廠商難道沒有受到影響 都有 美國廠商也受到影響 所以那大陸的盤算是什麼 除了這個11月的渠中選舉以外 他現在已經看到 美國內部雜音已經開始出來了 也就是說不見得 大家都對川普總統的政策是支持的 譬如說各位看到這幾個漫畫 現在是在美國媒體上面 包括你看到川普 要把油鍋交到農民身上 他講什麼 他說趕快來 現在就業大好 但是這個就業是HOT 現在市場很HOT 是反鳳就對了 對 反鳳 下面稻田都已經荒廢了 然後有人就問農民說 是黃蟲把你的農作物吃了嗎 他說不是 他說是關稅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這個Tyson食品 這美國最大的肉品廠 股價從80幾塊跌到剩下不到60塊 這個跌幅高達30% 相當大的跌幅為什麼 因為Tyson縮減股力了 為什麼呢 因為貿易戰的關係 那你說美國企業有沒有受傷 當然有受傷啊 再加上各位可以看到 美國最近的工資很明顯的上來 有沒有通膨的問題 一定有 萬一那個聯準會看到通膨加劇 要不要加速升息 會不會對金融市場產生影響 包括CPI PCE都很明顯的上來 而且都已經達標了 達到美國這個聯準會的2%的剛性目標 可口可樂以後可能都要漲價 可口可樂 啤酒 全部都要漲價 川普自己愛喝的也會漲價 美國的洗衣機烘乾機 這個今年以來大概已經漲了20%了 因為這些都是要靠鋼材 那中國大陸的企業更慘 我們剛剛講 美國只是縮減股息分派 他們基本上還是賺錢的對不對 這個營利跟營收下降 但中國企業已經倒了 這個企業不是小企業 這個山東晨熙 這個人邵仲義 他曾經是中國大陸 胡潤排行榜裡面的百大富豪之一 最高身價高達將近200億人民幣 個人身價現在已經失蹤了 他做什麼產業 他最早是做塑膠薄膜的 就我們農業用的塑膠薄膜 後來他去買了中國大陸 國有的化肥公司 然後進入到榨油的行業 那他這家公司山東晨熙 是中國大陸少數 國家允許進口原油的公司 你就知道這個不是一個小公司了吧 最高營業額的時候 曾經一年做到 將近800億人民幣的生意 相當大的公司 有6000個員工 最近就已經宣佈破產了 怎麼會搞到破產這麼大 因為從去年開始不是金融景縮嗎 他這個公司2015年 財務就出問題了 但是都是一直靠銀行在撐著 就去年開始金融景縮 銀行也不能讓他撐了 就去告他 就要他還錢 然後再加上最近大豆價格上漲 他是炸大豆油的 結果就把這家公司 這樣硬生生的給搞倒了 不過等一下我們回來要看到的是 Tesla倒是撐住了 今天公布財報之後 股價在盤後是狂飆了11% Tesla股價的翻身 難道只是因為 馬斯克終於對所有法人道歉了嗎 還是其實大家看到 他正在掀起新一波的材料革命呢 到底未來這電動車的領頭者 會不會用新的材料 再次掀起其他市場的跟進呢 另外還要來看到國內的自動化工業大展 也讓大家看到台灣廠商是精銳進出 而且現在已經進化到這個自動機械手臂 可以擁有超高的智慧 甚至可以組非常小隻的樂高玩具 等一下回來帶你看 這個明了我們上個階段聊了很多 比較偏利空的消息 台北股市可能還有修正的風險 貿易戰可能會繼續打下去 不過我們來看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呢 Tesla昨天啊 這個公布財報之後 天啊 他的盤後呢 不是大漲1% 也不是2% 是11% 到底什麼樣的事情 可以讓Tesla的盤後股價大漲11% 當然財報部分 大部分優於預期 比如說他的營收是優於預期 毛利率優於預期 他燒掉的錢 比想像中少也優於預期 不過他虧錢呢 卻是增加了 單單由這個消息 有可能讓Tesla大漲11%嗎 明了其實不太可能 其實他還有講到啦 就是他保證 保證我下一次的財報 我也不知道是馬斯克第幾次保證 但是他說保證我下一次的財報 會讓大家看到賺錢的好成績 而且前一次他不是有跑去上海簽約 要在上海設廠嗎 他還說了 大家不用擔心我要賣股票籌錢 我們會找當地的金主 一起來蓋這個廠 對啊好消息是包括他現在的Model 3 這個未來呢一週生產6000輛 從5000輛變6000輛 對 所以代表他自動化可能做得不錯 待會會討論 可是呢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盤後可以講11% 除了財報的消息之外 另外一個我們看一下 Tesla的這個空單部位 其實還是很多 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 以Tesla的K線來看的話 其實在這個地方很明顯 這邊呢就是做一個多空交界地方 有很多的公司派是做得多 可是呢市場上是偏空比較多 在這個地方呢 已經來到一個恐怖平衡的價位 會不會是今天盤後 這個大漲11%呢 是空單已經開始在認輸了 因為之前包括像大麥空的 那個主角艾斯曼啊 他也去放空Tesla 其實最近有一些 這個投資機構已經開始講說 當初去放空Tesla跟Netflix 可能是錯的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這個空單 開始要認輸 代表Tesla股價未來可能會 往某一個方向 可能往上面直接衝 空單有沒有要認輸 現在好像還很難定論啦 可是我真的要打法人的臉 我真的覺得這個 馬斯克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 我們看他怎麼不務正業 因為你不是天才啊 天才想的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不知道天才怎麼想 但天才呢永遠都會 領先我們超前 我們去想一些 我們還沒有想到未來科技的事 為什麼說不務正業呢 因為大家都說 馬斯克他是限時版的鋼鐵人 他很喜歡做各式各樣創新的研發 包含了火箭 太空梭要上太空 包含了他之前也要做超速列車 要讓火車可以在真控的狀態之下 高速的運行 關鍵就是低摩擦 然後輕量化 另外他之前還做了一個 安全的火焰噴射槍 最近還賣了手機殼 真的是有點不務正業 但是他不務正業總該有一個原因吧 天才想的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最近這件事呢 就掀起蠻多網友的討論了 因為Tesla竟然賣起了衝浪板 是因為馬斯克很愛衝浪嗎 不是喔 他這個衝浪板呢 其實應用到了汽車材料的高科技 這個衝浪板呢 用的是碳纖維玻璃纖維的 所以你踩在上面 非常的輕便 非常的穩固 你要知道啊 Kevin 你踩在這個衝浪板上面 你要迎來的是 好幾百公斤重量的大浪 所以這個板子一定要很穩 可是又不能太久 所以你意思說這個不太會衝浪的人 只要用了Tesla的衝浪板都變成會衝浪 有可能 所以我們之前那個 吳宇書 宇書主播也許有可能 他用的就是這種衝浪板 衝浪的POMO影片就是用這個 你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以你的財力一定買得起 這個衝浪板呢 一個呢 要台幣四萬五千塊啦 是一般衝浪板 兩倍以上的價格 沒關係 我們就等Kevin買來喔 讓我們來玩玩看 不過他是限量的 第一次的限量 兩百套 現在已經全部賣光了 但我為什麼說呢 他不務正業是背後有目的的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 他這個衝浪板 他用的是碳纖維 那現在呢 如果我們電動車要跑得更快的話 關鍵就是你在車身的材料 一定要非常的輕薄 越輕就可以跑得越快 請永年副總幫我們來解讀一下 天才的腦袋 馬斯克 他現在到底在想什麼 那大家都是當作 把他當作汽車來看 其實呢 我認為馬斯克 是把他的車子當作飛機 或者是火箭來看 把他的車當飛機火箭來做 因為呢 他要跑得快跑得遠 那他要怎麼樣 一定要輕 而且要夠堅固 對不對 那這一種的要求呢 就是對於火箭啊 飛機的這一種的要求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副總醫說 就是電池的續航力是固定的 但是如果車子越輕的話 他續航的里程可能就更長 對不對 所以我看那個車媒的節目 常常講說 與其你要增加一匹的馬力 你不如把車子減重一公斤 對 沒有錯 因為你減重了10%的話 你的燃料就可以節省8%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比例 那所以你就可以想想看 像他這一次呢 他做出來這個Model 3的 這個Performance 這個高階版的這個車子呢 他減重了多少 你知道嗎 他減重了1800 450公斤 450公斤 很恐怖的一個數字 對不對 他就可以節省了多少的這個動能 所以呢 他這一部車子一出來測試 在美國環保部署測試之後 他打敗了他所有的車子 甚至於呢 那個Model S的這個旗艦型機 這個車子都被他打敗掉了 我看到這裡面 塑膠材料 鋁合金板材 就是傳統的金屬用的越少越好 對 傳統的金屬用的越少 合金的比例 還有呢 這種碳纖維的比例 用的越高越好 那所以呢 他現在呢 他的這個體重一減輕之後 那麼他的這個 這個旅程 這個續航力呢 立刻就增加到了498公里 他原來最多大概只能跑 我記得是跑了400公里而已 他現在多了將近100公里的 這個這個續航力 那其實呢 減輕重量呢 不但是這個 這個Tesla的這個目標 那事實上呢 我們看一下Gogoro 我們台灣的Gogoro 電動車的 電動機車 都要減輕啊 我講句實在話 這個車子剛出來的時候 剛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玩具車 我覺得他好像這個 好像悄悄又壞掉 現在才叫原來 他是為了要減輕重量 對 沒有錯 那所以呢 其實大家都是希望呢 他這個輕型化 那輕量化是個趨勢之後 那接下來對投資人來講 有什麼可以注意的嗎 其實喔 這個我們台灣 在這一方面的研發 那當然除了中鋼啊 這些他們有一些的研發之外 其實呢 我們台灣有一家公司 大家很少去注意他的 叫做拓凱 你知道 真的不太熟 真的不太熟 對不對 事實上你看 他兩天的成交量才386張 你都知道 他真的很冷 他做碳纖維 碳纖維 做碳纖維 他原來呢 是專門做給自行車用的 可是他現在呢 已經開始進展到 航空業 航空業裡面 所以就是我剛才講的 因為呢 像Tesla 他的目標 也是把他的電動車呢 火箭化 飛機化 那同樣的 拓凱呢 他已經進入 航太這一塊了 那我們可以看 這一檔股票呢 從他掛牌上市 最高價185塊開始 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現在呢 跌到87塊9毛 那他已經呢 這個三位數已經去掉了 100塊 整整去掉100塊 那他真的有這麼差嗎 其實沒有啊 去年的EPS5.32元 那今年的法輪預估 他今年可以達到7塊錢 他當然否認 他就講說 這個是法輪預估的 跟我沒關係 不是我講的 那如果是真的達到7塊錢 預估的本益比 現在才13倍 其實這檔股票 我覺得有一點委屈了 好 所以我們期待這個Tesla 現在他的車呢 有沒有可能 未來整個外殼的材料 會大量採用碳纖維 這種材質 不是只用在衝浪板上面 不過呢 這一次 大家也在討論說 Model 3可以這麼容易的 就順利的達到量產 從5000輛一週 變成6000輛一週 背後的最大工程是誰呢 就是他的自動化工廠 因為Tesla 他現在的車子組裝 基本上幾乎呢 你在工廠看不到幾個人了 連他的這個客服人員呢 都可以進來輕鬆的排除障礙 連客服人員都可以到 自動化工廠裡面 我哪邊卡住了 我客服走進來 我稍微調整一下 我就可以讓他再次運作了 表示他自動化非常成功 非常成熟 都是電腦劍的 他都已經把他全部都輸入到 電腦AI系統了 所以一般人 你就可以去排除掉這個障礙 你看他全球只有35台的充壓機 把鋼捲轉化成車體 包含你看只有這麼多的機械化手臂 自動化程度已經高達有9成5了 接下來還在上海社這一座廠 勢必也是全自動化 那講到自動化呢 這就是台灣廠商的強項了 剛好這個禮拜呢 國內辦了自動化工業大展 我們也看到很多廠商精銳進出 所以就請文盛哥幫我們來解讀了 自動化時代全面來臨 台灣廠商的機會在哪 那當然這個外行的人看熱鬧 一定很熱鬧 有玩的嘛 大家覺得很新奇 有機器人可以跟你玩遊戲等等 文盛哥講到一個重點 如果那麼多大咖的國外廠商都願意來台灣參展 代表他們也認同台灣在自動化這一塊的努力 對 其實台灣如果要跟整個自動化 甚至以後要講自能自動化 因為自動化我覺得可能稍微有點low了一點 那你如果要提升到自能自動化的話 台灣在這一塊的領域裡面 包括傳統的工業電腦 或者甚至工具機 或者是說這個感測元件相關等等 其實你去做一個整個機電相關的一個整合 它整個一個能力就大幅度的一個 就是軟體也有 硬體也有 然後晶片也有 晶片也有 那感測相關的整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它變成它自己可以去獨立思考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張的一個機器人的 這個協作機器人 就是基本上它是跟人可以一起工作的 一般的我們看到的一些機器手臂機器 它可能做固定的動作 其實機器人很笨啊 那你協作的話 其實有一點點它可以跟人一起合作工作 它是可以穿在人身上的那種嗎 不是 它是直接就是一台機器的 比如說現在比較像福特汽車 它在裝這個所謂防震器的過程當中 它人跟這個機器一起合作 把這個防震器給裝上去 它可以提高這個準確度跟迅速 這個在協作 我們看到它的一個成長趨勢 幾乎都是10年大概成也成長10倍 那我想協作機器人在往上 其實大家一路的往上去做一個提升 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今天的強勢股今天跌了100多點 除了Tesla概念股以外 大概就是跟自動化相關有關的 我們上禮拜提到的穆德 在昨天創下歷史的一個新高 已經最高來到514了 那自貿昨天公佈財報 就是一根長紅 今天又創下歷史的一個新高 最高來到196塊 那全球傳動財報不錯 也有轉上市的題材 那雖然有被上癮稍微拖累到 但是整個基本上 還是相當的一個強勢 那我們再來看機器 這個其他的國際的一個大廠 這一家康奈斯是做這個整個自動機械視血 相關方面的 最近也是整理一段之後 一根長紅棒突破的季線 我們知道季線是生命線 再來看自動化的ETF 整個拉升一大段之後 我才回檔這麼一點點 一點點 那這邊已經壓縮 接近尾聲了 那其實還有一些大廠 我沒有列出來 包括像洛克威爾跟泰瑞達 最近的一個股價 全部都從連線往上 跳過連線 那我們知道上半年的大漲的股票 下半年可能比較會輪不到 可能要換 我會稍微休息一下 那整個資金出來之後 那我覺得從自動化 因為我們年初有一個 月初有一個 月底有一個 那我們剛剛看到三檔指標 高價股都已經領先 在弱勢的一個盤子當中 領先竄起了 那我們如果要從工具展中 去尋找新的標準 除了我們上禮拜介紹的君豪 君豪還是優可偉的 因為他有參加月底的一個智慧展 他的智慧型相關的一個設備 已經佔了有 今年大概有四成了 所以你看他今天尾盤還是拉到翻紅 那整個10年的景限 大概30塊 如果突破的話 應該會有大破斷行情 那我們回過頭來 從這一次的參展的一個行情 的一個公司當中 我們去尋找 我除了參展以外 我不是只是純作秀 或是說讓大家玩玩 他是實際上已經有 產品開始出貨 那我們介紹這一家 是叫做索羅門 索羅門開發出來的3D視覺模組 其實就是幫這個機器人 機器手臂或機器人裝上眼睛 那再加上他的這個AI的硬體的一個軟體 他就讓機器人變得更聰明的 像這種機器 他可以從一堆這個零組件 就是不同形狀 不同長寬高 不同的一個大小的一個體積的一個 框框裡面 去把他所需要的 符合他標準的零件去把他跳出來 然後裝到必須要這個可能這個 比如說螺絲起子 螺絲他可能要這個洞口大小 要符合他這個 就等於可以替代一般的作業員 對 他可以替代 因為他自己已經有思考 已經有思考能力了 第二個他開發出第一台 全是穿鞋 應該是穿鞋帶機 穿鞋帶的機 愛迪達有講過 對 愛迪達有講過 整個製鞋的過程當中 有120道程序 沒有辦法做全自動的一個 一定要有人工就對了 機動一定要有人工 關鍵就在於穿鞋帶的過程 那個洞啊 對 你沒有辦法 但是呢 這個 所羅門可以做 所羅門他開發出了3D視覺模組 他是精準的研判 洞在哪裡 然後再引導 這個機器手背去把從線去 把這個洞這樣穿出來 他這都有專利 而且已經獲得了 愛迪達的一個訂單 甚至他這個3D模組呢 我們來看 已經打入了日韓相關的 汽車供應鏈 汽車裡面也用他 甚至機器手背 你要知道前20大 其實都已經開始跟他做一個合作 第一大UR 已經把它列為主要的合作產品了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機器手背 他是非常被動的 他只會做固定的動作 你現在加上眼睛 再加上AI的這個 檢測軟體之後 他變得整個是全自動的 那我們來看他的一個經營者 其實是最主要的關鍵 過去索羅門是做這個傳統的 半導體的一個零組件的一個通路 但是這個董事長 他是從外資體系出身的 專門研究半導體 所以他有索羅門之子的一個稱號 他進來08年19年之後 開始整個轉型 把索羅門帶往整個AI 整個相關的一個領域 那如今呢 開發出來的3D視覺模組 跟整個AI檢測軟體 他已經陸陸續續的 打入全球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大廠 那我想未來即使中美貿易的一個大戰 是要很輕 Didald 如今已有另外一個大戰 這 reste Uni鑞 是這個影像 臺 接触 氣 интересно 有